满脸褶子演小伙 皮肤松垮演少年 证据半嫩有多离谱 大家好我是小方 你们看过炸油剧吗 最近啊咱们的汉总和小包总联手 给大伙带来了一部含油量极高的 传奇巨制珠江人家 两油王争霸 我是有心理准备的 但没想到呀 还是被猝不及防的离谱半嫩给据到了 剧里杨硕和张汉也两兄弟 杨硕是大哥陈山和 张汉是老二陈魏 少年陈山和是长这样的 小演员灵气逼人 少年感十足 结果呢 景头一转来到九年后 偏偏少年成了一口茶子味的褶子精 谁能看出这壮实的身材 这松垮的皮肤 再来个硕士憨笑 居然是个二十来岁的轻松小伙子 和同一个演员同框 九年前的陈山和是他小辈 九年后的陈山和是他长辈 插播一句 饰演生药铺掌柜妹妹的何玉芳 也有点子大龄半嫩的嫌疑 眼窝深 皮肤松 虽然扎着一个长辫子 但要说是未婚少女嘛 还真有点碰瓷了 咱汉总也好不到哪去 头发是剪短了 也没打磨丝 看着清爽了点 但依旧难演 汉是霸道 明明是演个厨子 小方隔着屏幕都能嗅到霸总的味儿 吃个蔬菜 她是这样神的 咱就是说月彩都变得不清淡了 靠个墙 她要习惯性插兜 姿势要凹到位 就连嘴里放个牙签 都能嗅一把乌鸡呀 这故作深沉的范儿 果然是咱们熟悉的汉总啊 和杨硕相比 张翰脸上褶子没那么多 但硬要说 她是个二十来岁的青春小伙儿 还是很有违和感的 眼带 法令纹 和高拳骨 还有暗戴无功的眼神 那是藏也藏不住的 相比之下 同剧的曹骏 35岁也少年 还是能有几分少年感的 皮肤是紧实的 眼神是清澈明亮的 最最重要的是 她也就比张翰小四岁 这差距有点的大哟 满脸褶子 一脸沧桑 还应演少年 观众真的打妹呀 然而他们并不是个例 在正剧里面总是悄悄摸摸 穿梭着一群半嫩的演员 一不留神啊 就给大伙来了个心灵暴击 51岁的海一天 在许你万家灯火里 脸上的法令纹 眼带和抬头纹 齐飞呀 就这样 她还顶着个锅盖头 应养问词 20多岁的年轻人 表情稍微一大 那就是一张中国地形图 攻贺贬地 锅盖刘海 是不少大龄男星 半嫩利器 超越里的李晨 也有个同款 搭配上壮硕的身材 沧桑的脸 只能说冲击力有点子大 郭涛也赶了趟时髦 在中年爱情电影 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里 翻起了个民国少爷 戴着眼镜 穿着长衫 走了一波文艺范儿 只是这个长衫的尺寸 有点子小 没能裹住 郭涛吐起的肚子 眼镜也有点小 没遮住大大的眼袋 一眼望过去啊 违和感拉满 对观众的心灵冲击 真的很大呀 这年头看证据啊 稍不注意就工伤了 当少年和青年 是同一个演员 饰演的时候啊 那通常就是个 大型絆难现场 戏外47岁的李小冉 酥白貌美 大长腿 叫一声 助演女神 不为过的 可这份少女感 却还是在戏里露了线 在我们的日子 她饰演的刘淑霞 扎着两个小啾啾 是个小作精 您进生产呢 也要嚷嚷着洗头 坐小汽车 不过这别嘴委屈的劲儿 和李小冉的气质 严重不符 姐姐一不小心 就掉进半嫩的坑里了 李小冉是败在了气质 董洁就是从外形到气质 就没一样符合的 在澳门人家里 她的少女时期 脸蛋就已经干扁脱水 眼眶深陷 哪怕穿着颜色娇嫩 也没法挽救 当初的冷清秋 真的老了呀 在许你万家灯火里 也有一枚半嫩女子 那就是48岁的杨童叔 她饰演一个财生娃的新手妈妈 扎着俩麻花辫 服装是尽力的在往嫩上凑了 不过脸部状态嘛 实打实的拖了后腿了 不过要说今年 半嫩姐的三座大山 必须得请出她们 第一位是在古装大剧 乔国夫人里的叶璇 以43岁的年龄 演18岁的少女 明明是花季 我却看到了华季 她一会儿粉裙一会儿绿裙 头上还挂着各种猪串 尽力往春天了炕 粉色娇嫩 你如今几岁了 然而 壮士的身材 过于成熟的脸庞 一处在那儿啊 只要不眼盲心瞎的 都能看出来 这和真少女啊 没半毛钱的关系 和她一起谈恋爱的是人重 44岁挑战20岁年轻小伙儿 虽然来了个简龄的刘海 但人重这发腮还松垮的脸蛋 发福且壮士的身材 和真少年 那就是两模两样啊 两人一同框 呦呼 搁这玩cosplay呢 纹丽丫头不出手 也一出手 必须有一面惊人的 她带来的转角之列 给2023年的国产剧 留下了不一样的色彩 热爱丝巾的纹丽丫头 搭配土黑的明道小伙儿 来了场城乡结合部的 中老年爱情玛丽苏 只能说 这一句啊 要素过于齐全 夜学丫头 还要稍续一筹力 没关系 内宇还有一人能拯救 纹丽丫头 让我们隆重请出 板嫩界的长青树 71岁的小庆丫头 她在冰雪狙击二里 再度过了把少女的眼 演了17岁的少女 设定非常逆贴呢 拥有52岁的情人 和53岁的爹 请大家欣赏以下画面 71岁的新娘 和52岁的情人 拜天定 71岁少女 趴在比自己小18岁的父亲的膝盖上 喊爹爹 你以为这就是小青丫头的底线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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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句上热搜后 小青丫头15年的一部剧 《我有一个梦》被挖出来了 大伙一看 哟哼 这高龄半嫩 都不算这一剧里最大的槽点 小青丫头 居然一人承包了这一剧的主角 咱就是说 戏霸遇到这种操作 都得让让路 这一剧 刘晓庆饰演韩雪的妈 然后刘晓庆嘎了 没想到啊 这画风一变 韩雪突然间就变成了 刘晓庆的模样 对这一剧的观众来说 就挺恶应的吧 而且呀 这一剧里面 是个男的都爱他 这哪叫《我有一个梦》啊 这叫《70岁寿女的梦》啊 哎哟 刘晓庆这些大零半嫩的例子 小方都快工伤了